首相拿督子引安华在刚结束的中国官房 带回了1700亿令吉的投资 安华强调这些企业必须优先聘请我国员工 以及提供培训为本地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外我国也准备好和中国谈判 南中国海主权课题 首相安华今天在部城主持首相办公室 每月集会时告诉官员 不少中国企业决定把我国冲作区域投资中心 大大提振了我国形象 相信能增加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 吸引更多的外资 我国非常欢迎中企继续来到我国 但条件是必须优先聘请本地员工 我们必须招待我们的资金 我们必须招待我们的资金 如果我们必须招待我们的资金 我们必须招待我们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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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不得适合 我们必须招待我们的资金 因为这些资金不是资金 一百亿资金 资金是十万亿资金 我国的信心 安华本次官方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展开四眼会谈 除了讨论两国贸易和各方面的合作 还提及南中国海争议 因为国有公司在南海 拥有区域内最大的勘探专警台 至今都还在开采石油 除此之外 虽然明知道北京采取不干预他国内政的立场 但中国和缅甸关系密切 手下还是和中国谈到了缅甸军事政变 和罗兴亚难民课题 安华坦言 我国也不想干预缅甸 只是有将近二十万名罗兴亚人 逃亡到我国土地上 这已经影响我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